杜兰 海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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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宜兰桃价海冉长 海冉长 海冉长 这是赏金船上 让人们看到一群海豚跳出水面时 惊喜的声音 欢迎收听海洋生态博物馆三部曲 这是蓝阳博物馆与米米之音 合作推出的系列节目 透过三集节目内容 让大家用听觉神游宜兰的山 河海与人的故事 在首部曲主角龟山岛故事听完之后 今天二部曲主角是被湿地包围的蓝阳博物馆 我们简称蓝博 我猜很多人对于蓝博是位于湿地的环境当中感到惊讶 在不了解它背后的历史和丰富的生态环境之前 可能以为这里的建筑和地景看起来很有特色 然后讲不出具体的特色在哪里 可能会说这里有水有树充满绿意 很美很好拍照啊 但是却不知道这座湿地上的博物馆 有多么精彩的内涵 本集节目将透过四位来宾接力 为大家解析这坐落于乌石岗旧址的蓝阳博物馆 在地景建筑生态环境上的特殊性 也要好好认识这块湿地上的植物和鸟类 本集的知识含金量非常高 欢迎大家收听以及分享 第一棒邀请植物学家 也是乌石岗湿地公园多年来的植物顾问徐明光老师 他是国立台湾博物馆植物学门资深研究员退休 专门研究湿地阴性植物 也出版过228公园的植物专书 徐老师接受现任馆长陈碧琳馆长的邀请 担任无几职顾问 长期在蓝博师地调查还有拍照记录 也协助授课制作标本等等 所以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如数家珍 但其实老师并不住在宜兰 这么多年往返东西部 哪在驾走咖港款 为蓝博的师弟贡献这么多研究成果 究竟蓝博之与老师是什么样的感情啊 怎么样的一个感情啊 怎么说呢 因为我一向都以大自然为家 因为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 喜欢大自然嘛 那实际上蓝博就等于是 像一个家一样的确是像一个家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常有一个人过来 然后绕绕看看走走 然后呢 尽不尽管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整体就觉得很舒畅很舒服 是这样子 像蓝博这样被师弟包围的博物馆 是台湾唯一 在世界各地上也是罕见的 对吧 老师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那个 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存在 是有日本也有了 中国大陆也有 美国也有 都有都会有 就是一个湿地的环境 搭配着一个博物馆在里面 不管谁先存在 那博物馆是一个很特殊的嘛 因为我们这块地 原来就是乌斯港的旧址 对吧 那后来呢 因为地方需要一个博物馆 那他也选择一个开栏的 一个最主要的地方 去设一个在地文化的一个博物馆 去做这个博物馆 那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嘛 那这的确在台湾目前是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 因为而且 一个博物馆占地面积那么广 其实台湾的博物馆也不多 除了学校 学校也是很单纯嘛 因为整个它是校区的附属博物馆 那个又不一样 那有可能是故宫吧 近几年它有南院嘛 面积可能也蛮大的 那基本上 蓝博的位置也好 属性也好 还有面积整体 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环节 大家想要探索湿地 记得有很好的工具 叫做散步观察湿地指南 在蓝博的大厅里头 有折叶可以索取 现在我们就跟着徐老师的脚步 透过老师细腻地观察 一起来认识蓝博湿地里的植物 它这个是针对湿地植物去做一个引导 如果到我们湿地去看的话 只是看植物的话 我们这个环境 它原来就是从海边 一直掩涕过来的 蓝博的湿地的植物 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 从路上一直到水域 那它有鹿域的或是岸区的或水域的植物 都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大概可以分做这三个部分去看 那以鹿域的植物去看的话 其实蓝博有一半以上的植物 大部分都是木本 目前木本大概有八十几种吧 八九十种 然后草本大概有一百多种 所以加起来大概有两百多种植物在里面 那实际上我们常看到的可能树木 就是木本植物 最容易看到 那草本植物呢 因为蓝博这个湿地呢 是属于有管理 它不是自然的 所以基本上它要考虑到观众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们的草地植物经常会去秋剪 春夏秋冬呢 大概一年至少会剪个三四次以上 所以呢 对草本植物来讲 当然一看就是绿色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因为你看不出它开花嘛 实际上从春夏秋冬都有不一样的风貌在 只不过因为我们经常修剪 所以草本植物就不容易看到 大概看到的就是岸区 岸边的 岸边比较会不会去整理嘛 那岸边的一些草本植物啊 可能很容易被看到 还有水里面的一些植物很容易被看到 大概是这样子 那陆地上的草本植物就比较不容易看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缺点 未来可能会 maybe建议它们是留区域吧 分区去那个去做修剪保留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一区一区 还是可以看到春夏秋冬有一些不一样的植物出现 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了 那牧本植物呢 大部分都是栽植的多了 以鹿域这个部分 那比较原始的牧本植物呢 可能在那个巫石礁 就是我们湖中那个巫石礁 因为它比较区隔嘛 当初在盖博物馆的时候呢 那可能有一些是 它原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植物在 那也有栽植的 像周边的水柳呢 大概都是栽植的 那里面的一些植物啊 可能就是原来就已经存在的 一些绝类的植物 像山树啊这一类的 或者是这个大叭脸啊 就是所谓的三角树仙人长啊 这个也是应该是当初就已经存在在那儿 原来就已经有的 不是后来才种的 但是这个湖外的这个鹿域的植物 大部分都是脏粗 在盖博物馆的时候把它栽植下去的多 那基本上都是选择是低是重的植物 大部分几乎都是台湾原生的植物在了 那这个是适地适中的 那这个环境它比较靠近海边 所以实际上蓝薄呢 有很多植物都是海边可以看得到的了 那有时候到这边来 我们常会说观察些什么 像海漂的种石 就是说它的果实或种子会靠着海水的漂流 去散播的这样子的一个植物 在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像是个海芒果呢 还有这个懒人呢 这一类的还有那个营业板根 就是营业树 这一类的果实 大概都可以随着海洋水流去漂浮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种石的特性 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海漂种石 这样子的植物 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称为所谓的海漂植物了 实际上在植物学里面 它不会只是海漂种石 而没有把它界定成海漂植物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是海漂种石 是它的种石可以靠这个海流去漂浮的 那以植物界去看 可能有0.1个person吧 种类 大概有200多种可以那个 那我们南部可能有十来种吧 十来种 大概都是在岸边可以看得到的 对很多开车来宜兰玩 走滨海公路的朋友 大概都有印象 常看到路旁结了很多果实 长得像芒果一般的树木 要小心哦 那不是芒果树 是有毒植物 叫做海蒙果 或说海芒果 也就是徐老师提到的海漂种石其中一种 有些人会把种子做成文创商品 好像海漂种石有它独特魅力耶 海芒果也是我们园区很多的树种 而且它果是很吸引人 红红蛮大的 成熟以后会变红 其实海漂的种子基本上都有它的特性 比如说它的果皮 一般都会外果皮 中果皮 中果皮 内果皮 那它的大部分都是中果皮或内果皮会形成这个纤维化或木酸 木酸化或者是海绵化 就是让它增加福利 这样子它才有办法在这个水面上漂嘛 漂上一个月两个月啊 对吧 找到适合的地方再去 再去这个这个生长嘛 发芽嘛 所以才有办法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海漂种石都有这样子的特性啊 海芒果它就是纤维化嘛 所以它的果这个外果皮去掉以后 那一颗一颗的纤维非常的漂亮 所以现在常常在外面呢 很多人把它拿来做装饰 把它堆叠啊 或者是拼装啊 做成的 但是我个人比较不推荐 把植物的种石去拿来做应用嘛 除非它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或者是非常多的物种 因为一个种石就是一条生命嘛 它就是一个小baby嘛 对吧 一个种子 它就是一个小baby 以单一个果实就一个种子的一个植物来看 你把一个果实拿去用掉了 就是等于把一个种子 一个小孩拿去弄掉 是一样的 除非它是特多 因为总是很多东西 人嘛 总是会去应用资源 但是少的东西绝对不会去碰它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区别 什么叫做这个族群量少了 什么是很多很多的 那常常一挺它去用 搜完了 这个没有小孩 你怎么可能会有后代嘛 就繁衍不了这样子的一个 像很多人拿那个血藤 去血藤的种子嘛 山上血藤的种子 很多人去取 那血藤本来就 种子量就不是那个 那拿走了它就没有那个了 所以我个人比较不推荐 除非它是很多的 这个它不会绝掉嘛 所以或许是可以应用的 像海芒果就是很多的 是可以用的 其实农委会现在都有这个记录 哪些植物是被列为 即将要灭绝或少的 这个可以查得到 所以是可以去查一查 如果不是一般栽培的 我觉得是无所谓 那本来就是栽培给人去用的嘛 对吧 那就说栽培的树种 可能那本来就是栽培 给那个人去应用它的 所以你去用它 我觉得是还OK的 但大自然 这个自然发展的 因为它就是自然生长在那边的 能下来的已经少了 就不应该再去用它 是这样子 快问快答 蓝箔有三柳 大家知道是哪三柳吗 可能你跟我一样回答不出来 没关系 今天蓝箔的职务顾问 徐明光老师告诉我们 走进蓝箔湿地 就能一次看到三种柳树 但是啊 内行人才懂得分辨 大家注意听哦 水柳水色柳 蓝箔还有一个垂柳 这叫三柳 蓝箔有三柳 就是三个 但是垂柳数量很少 它大概在 应该说西北角这个范围 西北角那个范围呢 有一小区 有几个是垂柳 垂柳大概就是叶子会下垂的那种 对吧 那垂柳呢 一般比较常见的 它叶子不是下垂的啊 它是跟它静小柳啊 那一块的那叶片有点像长土圆这样子吧 长的土圆形这样子 是不一样的 反正这三个柳一看就出了 那水色柳跟那个又不一样 因为水色柳基本上叶片也不一样了 它尾巴比较尖 而且它有褐色的绒毛 所以在光线照射之下 它会让金金啊呢 它会有金金的感觉 所以这三柳马上就 在我们这很容易就辨识出来 那实际上以兰博的湿地环境去看啊 它从刚讲的陆域下来水边 其实呢 靠近水域的水边 以木本植物 它大概第一环 最接近水的这一环 基本上我们现在讲的是西南岸这一区了 它是风香树 他们讲的朱阿辉 朱仔花 那我们现在都把它讲 SARS-CoV-2 因为它的花呢 是圆形嘛 头状嘛 然后它的瓷尾是凸出来 一直一直凸出来的 所以它那个形状看起来很像 那个SARS-CoV-2的那个样貌 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它称为 它是SARS-CoV-2 就是COVID-19的一个病毒的一个形状 它们把它称为那个水巴勒 这巴勒是因为它叶片很像巴勒球 它也是个落叶性 冬天来可能叶子都落光了 它是春天发芽冒叶然后开花 所以春天你可以在我们这边 春夏都可以看到它开花 那个花是很漂亮一整片白一堆一堆 这样跟它竹子一堆一堆挂在那边 这个的确是它是在湖边的第一线 那第二线就是在往陆地上移的话 那大概就是所谓的水茄冬 就是碎花旗盘角和水柳水色柳这一类的这个柳树 跟碎花旗盘角都在第二线的范围 那碎花旗盘角很多人都知道嘛 它也是夏天开花 它就是晚上开的花 而且它一个花旗它可以开好几天 它甚至开上一两个礼拜它还在开 它从上面一直往下开 就是一个花旗它是上面开极朵 明天换开极朵这样一直开始下来 但是一个植物有非常多的树 所以大概基本上太阳开始下山之后 它就开始开了 那一直到可能九点多八十点 可能会很旺很盛 那天一亮它就掉光了 开过的就掉了 所以它有夏日烟火之争嘛 那蓝柏呢基本上晚上开花的植物 其实它有三种 碎花旗盘角一种 那另外一个叫山菜豆 耍菜刀啊 菜刀都长长嘛 就是长长的那个菜刀啊 它的果实也是长长的 但是它的花呢 也是太阳下山以后开始开的 它也是晚上开的 开花的一个它也是木本的 它也是木本的两种树一种草 它是蓝柏晚上开花的一个植物 另外一个是草是夜夜践草 顾名思义就是晚上才看得到的它是开黄花 开黄花但是就刚讲因为我们这边经常在砍草 就是减草了啊 所以不太容易看得到这个草地上的植物在开花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会看得到 但是有 那所以我才会说也要建议它们分区 这一区呢 至少要留个春天夏天 留一区夏天会开的 你就留一区让它夏天开 那一区呢 春天开的我们就留着春天开 所以基本上大概晚上开花的植物大概有这些了 听了徐老师这么介绍 下次要是还有人揪你到蓝柏湿地 说要赏花看夏日焰火 你就知道这来行的 可以高便宜哦 请问老师 关于气候方面 蓝阳平原上每年都遭遇东北季风的严厉考验 这种特殊气候对这块湿地上的植物 是不是也会带来特殊的影响呢 我们反而是比较怕台风 因为我们的环境呢 是 就是说这个土壤 整个土壤跟我们的植栽呢 基本上就这十几年的事而已嘛 那南部到现在 从起见到现在大概 它是2004开始建吧 那2010年开始用嘛 也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 你以木本株去看待的话 这些树也好 还都还在长的一个阶段上 根系呢 还有因为它坡度很多 它有很多斜坡 所以它的树在扎根的时候呢 不见得会扎得很稳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 每年的台风季 反而是我们最担忧的 因为只要进来几个台风 我们可能树都容易被吹倒 就树倒 树倒它就 那你要扶正 那基本上扶正 因为碍于我们的经费 照理说 树倒之后你要重植 不是扶正的问题而已 是重新打这个穴脂孔 然后重新把它栽植下去以后 复土 这样子去 你这植物才会稳固 但是呢 因为经费的问题没有办法 你有时候倒了一百多棵 你怎么那个每一棵去挖 挖了以后 这没那么多钱了 所以经费的问题 常常只是把它扶正 但是这个根系已经拉起来了 你把它扶正之后 永远不会到达原来的位置上 所以它就算再长 那明年呢 明年台风又来呢 照倒服务 在我们最担心的 反而是台风 对我们的植物呢 的影响比较大 还好我们有几种 比较不受影响 像这个 这一般榕树比较不受影响 浅根系的植物 基本上 比较不受影响 像我们兰博的一些 这个榕树 它穿浅根系的嘛 那个根系 可以布得非常的广泛 像布导翁一样 不会倒 布导伏的植物 慢慢的 它就是越来越粗壮 所以在我们兰博呢 比较布导伏 会越来越粗壮 不外乎 大概就是 这个懒人树了 还一下形成很多树冠层 可以当成修仙 就太阳大的时候 你可以在底下 这个休息的这个区域 区域了 还有炼树 就是苦炼树 这个也是了 还有这个营业板根 这一类的树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代蓝人 有几棵是也变大了 其他大概很多都会倒伏之后呢 就常常心中细细 瘦瘦的 不会很粗壮 这个是一个缺点嘛 所以就是我们怕台风 不怕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最多风险而已 因为受风 所以它歪一边而已 它不会倒 它会继续长 反而台风我们不要担忧 这个是南波植物的一个怕的地方 反而不怕东北季风了 来到湿地不管是游玩或进行生态观察 老师觉得有哪些是大家容易忽略的重要的事呢 第一个就是安全嘛 比如说不要随便下水啊 对吧 因为有时候湿地是这样 你表面上看起来 所以我们说很多湿地类型不同 你表面上看起来它很平静 但是底下呢 你看起来它浅 可是底下是泥泞的 那你当你不懂它的时候 你觉得它浅 你想去看个什么东西 或踩个什么东西 一下去搞不好就半生了 因为底下是泥泞的 下了半生你起不来 都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那个叫安全嘛 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 这个掉在水里面安全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把刀车带走吧 有时候你看湖面上 有时候飘着的 会有一些 这个不应该出现的 这些塑料嘛 塑胶带也好 这个泼泼瓶也好 总是会出现 那就表示 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吧 就喝完了把瓶子放在那 然后风一吹 它又吹走 它也没把捡 这个有时候总是会看到 所以基本上 自己的安全顾好 另外一个把垃圾带走嘛 第三 不要破坏 尽量观察就好 比如说 涂涂鸦鸦 有些人会在那个建屋上 或者什么涂鸦 比如说围栏上涂鸦 像这个都是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 那基本上我们来就是享受 那你涂鸦 可能对别人就不是一件好事 对自己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基本上这些事 就尽量不做吧 最后想知道 这么多年来把蓝钵 湿地像家一样呵护的徐老师 您个人最喜欢观察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都喜欢 如果由我个人去看呢 我不管春夏秋冬 因为春夏秋冬 都有它的不一样的风貌 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事物嘛 对吧 比如说春天 你可以看到湿地 很多生物呢 形形向荣 该这个繁殖的 它也准备繁殖 所以这种生命 就是说 你这个整个大地生命 在起来那种感觉 你都可以在春天的时间 去看得到 一直到夏天的旺盛 你都可以看 那秋冬呢 可能逐渐的 尤其是像我们这边 一到秋天 东北季风就开始了嘛 大概9月10月 基本上 东北季风就来了 到历年的4月 大概半年之久啊 从逐渐变强 到逐渐变弱 那你可以领略这风的感受 然后看看这些植物啊 动物啊 怎么样去 在这种强风之下呢 去适应这种生存 其实 整体 对我来讲 都是个享受的 因为很多人 可能不喜欢夏天嘛 太热 不喜欢冬天风太强 那还能怎么办 那干脆就冷气房 哈哈 在蓝箔呢 很简单 树底下 找个这个树荫下 坐下来 风 它会有风飘动 吹过 那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啊 对吧 那很多我们蓝箔 都有很多树 底下都有树荫 而且有些地方呢 是设了座椅 有些地方是草皮 可以带着这个 像我常常都放几个雨伞布 就是一个资源利用嘛 对吧 它雨伞已经坏了 没办法用了 雨伞布剪下来 它就等于是一个坐垫 你怕这个 因为湿地总是有时候呢 容易湿 有点水气啊 容易湿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 蛾水的一个座椅 就把它垫在底下 坐在那个树下 草地下 可以看看鸟 看看花呀 看看树呀 看看湖面 的一个变化 都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带一杯 看你是要带个茶 水 带点点心 就坐在那边就是那 那我常常就是 这个带着这个水嘛 是一定会的嘛 还有相机呀 常常就 湖边绕一绕 觉得热了 累了 我就会在树底下 就坐下来 就休息一下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湿地的景物景色 去感受一下 这都非常的舒服 谢谢植物专家 徐明光老师 第二段 我们的重点 要从植物 转移到鸟类咯 邀请兰博的环境教育老师 林佩蓉 为我们解说 兰博湿地的特色 听佩蓉姐姐 导览湿地 也是到兰博的 必选主题之一哦 请问佩蓉 你一定走过这个 湿地步道 很多很多回了 你大概算不清楚几次了吧 嗯 对 那以一般人步行的速度 走一圈湿地要多久啊 一般人步行的速度 如果不停留的话 走一圈大概是20分钟 哦 那不算大 应该这么说 对不算大 对不算大 对 可是很多人竟然没走过吧 是因为他们其实都不太知道 原来有这个很丰富的 湿地生态的这个步道可以走 是 对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 也许少了一些串联 如果从我们兰博的博物馆 从那边走出来的话 可能停车场的这个部分 它有一些引导跟解说 然后它有一些木站的 木站道 木站平台 但是你往南走的话 会进入到重画区 就是旁边会有一些 社区的建筑物 那那边的话就是 算是 整个湿地的南侧 第一个比较少指引啦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边真的是 比较偏僻一点 那一般的游客 不太会进入到那个区域 那主要的活动范围 还是会以我们博物馆的出口入口 前面的这个木站的平台 然后甚至到对面的乌士港驿站 的那个观赏平台 主要是这个 这两个点串联 那就会从北侧的这个步道去 往返这样子 那比较少会从南侧 依照我自己喜欢的地方也是 反而会是另外一边 就是临朝祖宗之墓的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往湿地那边看 那那边的植物啊 或是像鸟类啊 是蛮好观赏的一个点位 那里特别是比较好观赏 是怎么说 比较近 安静 然后离湿地比较近 你可以更靠近湿地一点 嗯 是 你自己刚刚提到 你比较喜欢 所以听起来你是对于 还教这件事情 是很有热情的人耶 你为什么会来当还教老师呢 为什么 因为也是因缘忌讳吧 那因为之前 我是在做鸟类相关的研究 然后也是因缘忌讳 接触到了环境教育这个部分 会发现说 其实在做研究 做研究这件事情 它本身 除了它必须具备很高的 很高的专业素养以外 但是问题是它有很大的部分 它是没有办法被一般的大众知道的 嗯 对 然后会意识到 会有一些知识传递的落差 然后可是你 当你在接触到环境教育 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所知道的 跟你想要传递给别人知道的 的这个距离其实是蛮长的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转换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啊 或是让你想传达的这个对象 他能够清楚的接受到 你想要讲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过程是蛮有趣的 对啊 所以后来就觉得环境教育这个工作 好像就是蛮有挑战性的 你好像是一个桥梁吧 或是你现在是一个翻译机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想你想要把你以前所学的 或是说现在科学它可能一直与时俱进啊 它一直不断的更新啊 现在的科学研究它可能做到哪个部分了 你会想要把这个部分 让更多人知道 那因为以前人常常说在做研究 做科学研究 就好像在象牙塔里面 对他们就是自顾自在做自己研究 可是这些成果 这些研究的结果 都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那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 所以才那么多 像人家说科普科普 其实就是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啊 听着佩蓉说话 感觉就是 大家过来佩蓉姐姐跟大家说故事哦 就有好亲切 然后觉得好想一直听下去的感觉 那接下来请问佩蓉姐姐 到底湿地里头的这些鸟 跟别的地方的鸟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问问题 我也不知道 湿地的鸟跟别的地方的鸟 没有不一样哦 真的哦 不会有鸟是特别喜欢飞来湿地啊 当然啊 我们说鸟类它有非常多的类群嘛 那会在湿地里面生活的鸟 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像水鸟这一类的话 可能是栖息的环境 或是它的觅食的场域 都是要在以这个水域的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会称之它比较靠 比较就是类似像是水鸟的这个称呼 所以这个湿地的要好好保存 它跟我们也对于鸟类啊 这些生态的保存 它很紧密的关系 但我们怎么去做到这样子的工程 要保存一个湿地吗 就好像以我们蓝薄的湿地的这个状态来说 它其实它的特殊的地方 并不是在于鸟类栖息环境的这个状态 它反而比较像是先前提到的 它是一个用文化历史的这个角色 反而是重要的 那因为以湿地 我们说以鸟类的湿地的这个湿地的环境来看 也许我们蓝薄的湿地 它看起来不是这么的特别 它可能也许范围也不是这么大 可是就是我说的 它在某些历史定位上来说它是重要的 所以它是一个被文化景观保存的一个湿地 那如果就是以鸟类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环境来说的话 那我们湿地的环境其实也是相当不错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 比如说有浮水的植物 有停水的植物 然后旁边有一些桥木灌木 它围绕了整个湿地 那这样的不同的漆地的环境 它会有不同的鸟类栖息在里面 但你说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鸟类在里面 它倒没有说 也真的有出现一个 哦什么很特别的 它可能是住在这里的这样子 但是路过的很特别的一定很多 有有有 是有过很特别路过的鸟类 例如什么 例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兰卜的湿地的旁边 有那个行道树上 有出现了一种鸟叫做小绿鸟 哦 看起来名字很可爱 它长相是不是也很可爱啊 对它长得很可爱 它就是全身都是绿绿的这样子 然后很像是小型的鸽子 我只能这样说鸽子 就是可是它是绿色的 哦那很可爱 对非常的可爱 然后那时候吸引了非常多的就是拍鸟的人士来拍摄 有好几天吧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其实我们培育了一群做鸟类调查的职工 然后那只小绿鸟它就是在 它就是我们馆内的其中一个职工首先发现的 然后就引起了轰动 所以在兰博湿地这边的鸟类大概像候鸟啊 流鸟不一样嘛 那可能以佩蓉你大致上了解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过哪些 有过哪些哦 那如果讲一下比较常见的好了 好 对如果说是以流鸟的话 流鸟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年四季 它都是在台湾的这个情形 那以湿地的流鸟就是红罐水基 白富殃基 它会利用一些水面的植物繁殖跟移动 然后当然它们也可以在水域里面就是移动这样子 然后再来外面的部分嘛 就是可能外面的树就是行道树啊 或是一些比较高的桥木上的话 就是很常见的红嘴黑碑树雀白头翁 这些很常见的低海拔的鸟类 那比较靠需要水我们说水鸟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白鹿丝的这个类群 大白鹿然后小白鹿仓鹿夜鹿 然后我们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还可以常常看到一种鸟叫做子鹿 哇紫色的 对它是紫色的它非常漂亮 它是比较不容易出现的鹿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它是它在那个夏浦那边有一个繁殖的族群 夏浦 夏浦就是在竹安河口的南边 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湿地的环境 因为那边有很多余温嘛 然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湿地的区块 然后它们在那边每年都固定会繁殖 那因为它们飞来飞去会觅食会移动嘛 所以我们这边偶尔还可以看到就是 子鹿在这个水边觅食的这个状况 偶尔都可以看到 哇你光是说个鹿就有那么多种鹿耶 对 如果不是专家大概我们都分辨不出来 你会带着我们去分辨这些鹿是吧 我觉得分辨的话 分辨第一个就是说你要 第一个你要有兴趣想要辨识 然后第二个是你可能也许要常看 那鸟类的辨识它就会需要经验的累积 那一般来说我带游客 或是带小朋友在认识鸟类的时候 我不太应该说我不太注重于 让小朋友去认识这个叫做什么鸟 或是说我应该怎么辨识它 而是我会希望大家会去观察 鸟类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这种鸟还会出现在这样的环境 它一定有它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脚它特别适合在水里面移动 或是说它的嘴巴的形状 或嘴巴的粗细 它是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我会希望说大家去观察这个方面 为什么观察这个方面 比去知道它的名字还重要 因为我知道那个名字 我可能两天两三天我就忘记了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观察 我要观察生物的话 我会希望它们可以由环境开始 那你就会知道说 诶这样的环境为什么有这种鸟存在 那我会希望强调的是 环境跟生物之间的连结跟关系 就跟人一样嘛 对啊人跟土地的连结 对它其实是会比较 我觉得它是培养一个 它也算是一个培养对环境的敏锐度 嗯 对 也可以提醒 这样的环境如果不见了 我们也就很直接看不到这样的鸟了 对不对 是是没错 因为我们常常在做鸟类研究啊 或做鸟类保护的这个圈子里面 常常说一句话叫做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哦 很严肃吧 对啊 真的真的要常常用这句话警惕自己 它是一个警惕这样子 是 你们平常是怎么样去做那些鸟类的监视吗 监测还是调查的呀 鸟类的调查它其实有一些固定的规范 因为我们在做一些科学调查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化的行为 那以鸟类来说的话 它有几种方法 一个叫做 我讲这会不会太专业 我很想听啊 一个叫做穿越线的调查 就是说你会在你要调查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拉 类似你想想想想拉一条线 可它实际上没有线啊 它是这个线是指你行走的路线 那你在行进的过程中 你去记录周遭 比如说固定两公里范围 或是几公里范围的鸟 出现的鸟类 你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是第一种 然后第二种就是 我们叫定点计数法 定点就是说我停留在一个地方 我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选了几个样点 然后我停留在那个样点 比如我停留半小时 停留15分钟 然后这15分钟被我看到的 就是被我目击的 或是被我听到的鸟类的叫声 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对然后 好厉害哦 你都可以变 那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能力 要能够辨识那些声音 是没错 所以我们在做鸟类观察 其实不只是要眼睛看 也要耳朵听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专门针对于 我们在做水鸟的调查 它叫做群集计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常常会在湿地或者在海边 会占了一大群的水鸟 那通常它们都不太动 对 然后它们在休息 可能在觅食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就是定点 我就是用搜索的方式 然后用 就是数它的数量 数这一整群的数量 通常它们数量都是会非常多的 数得了吗 常常会数 我都以为猜的耶 你们是真的数啊 真的数啊 我们会带那个计数器 会去按有没有 然后去按按按按按这样 对 眼睛都花了 它们真的那么密集 对对对 这还不是最 这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 是在空中飞的 你要数它 那个我觉得 都空中的 你骗我的吧 你怎么可能真的数 真的数 真的数 是真的数 然后真的 真的数不了的话 我们就会拍照 然后把它拍下来 回家数 使到眼睛脱窗 所以我猜 你刚刚提到的 蓝薄的志工 是不是他们也就 某程度要具备 刚刚你说的这样 这些技能 才能够当志工 对不对 没错 哦 你看吧 那我就问到重点了 因为搞不好就有人 想要报名说 我也很想当志工 因为这是一个训练自己 变专业的历程 对啊对啊 是啊 没错 我们志工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训练上来的 还缺志工吗 也缺啊缺啊 缺体力好的 所以志工招募是一个 随时在进行的状态吗 以蓝薄来说 目前的志工的人数是满的 对 那我们在召集 做某一些类群调查的志工 必须是他要有兴趣 然后愿意付出时间 付出一些代价来学习 然后当然他固定 我们一个月一定固定一天 要进行这个调查 那这个调查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它是一个长期持续 不能间断的事情 这个我们叫做是长期监测 那长期监测 不管在什么类群 其实都是需要的 植物啊或是动物啊 你要了解这个地方的环境 这个地方的生物项 所以长期的监测 一定是不可少的 嗯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 那个敏感度 我觉得也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 就是去深刻的 要能够察觉自己环境的变化 可是我们通常都是忙着过日子 上班下班或什么的 一忙其实都忽略了这些 那环境一直在变动 这整个生态像很可能就有些剧烈的变化 自己生活是受影响的 可是却都没有察觉 是 没错 所以如果说大家都去有那种 想把自己训练成鸟类观察的志工的那个 有点点这样子的追求的话 我想那个能力训练起来 对自己蛮有帮助的耶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强调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培养的是一个 对环境的敏感度 嗯 那你说你需要一些 专业的知识的先辈知识 或是热鸟的知识 那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针对就是一般的民众 或甚至小朋友 我们希望他知道的是观察力 跟敏感度 比如说你可能 你可能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 比如说小朋友一出门 他今天从他的家里到学校 他可能田田里面很多 他看到的麻雀啊 或什么什么 他平常并不会去 特别注意到这些生物 可是他今天来了 他今天吸收到 他学习到了 也许他某一天 他在上学的过程 他就可以数一数麻雀啊 或是说观察一下大卷尾啊 或是白头翁啊 这样 这样长期下来 我觉得对于环境来说 是 就培养一些对环境的一些素养啊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确也发现 整个因为气候暖化 环境都在整个在改变嘛 那我们也会发现到 最常见的鸟变少了 这其实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敏锐度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发现 那你有觉得麻雀变少吗 我没有观察到欸 对啊 没注意欸 可是事实的确是如此 就是连麻雀都在变少 它就是一个警讯 那我们希望带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环境的意识 环境的觉醒 然后你慢慢的就会去关心这个环境这样子 是 那以佩蓉这边的专长 擅长在环境教育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给我们一些提醒或推荐喔 就是当我们再到兰博 然后是呃 带着想要更认识这块湿地生态的时候 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规划的方式 可以更认识这里 也对自己回家之后也有帮助的一些方法呢 除了在我们那个管社管里面的一些 展览以外啊 那也会希望说大家 除了到这个建筑外面拍拍照啊 进来上厕所啊 你在讲最多人做的事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的长设展嘛 那长设展一定是在讲伊兰的所有 包含山、平原、海的这些元素以外呢 然后离开博物馆之前呢 不妨到我们的湿地来走走 那这个湿地 它是整个博物馆非常核心的地方 因为我刚刚说 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定位 那这个湿地 它是因为一些时空背景 它慢慢慢慢 它有那样的历史 有那样的故事 然后又加上大自然的因素 它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湿地是很特别的 那你在那个地方 你也可以遥想以前 百年前它的繁华 还有它现在 它因为无心插流的关系 它变成一个封闭的湿地 然后又成为一个水鸟 它鸟类它栖息的一个地方 那它这边的干扰也蛮少的 也可以让它们好好的在这边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湿地 除了生态自然的一个角度以外 它多了一个面向 就是它历史的这个角度 对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湿地 那我会希望说 如果说大家有空来湿地走走的话 也不妨可以站在乌石礁附近 然后想想看 它以前是多么的繁华 然后现在呢 它成为一个鸟类的天堂 谢谢佩蓉姐姐精彩的导览 尤其最后提到乌石岗以前的繁华 这就预告了我们第三段节目来宾 要带我们穿越时空 到旧乌石岗的年代 大概两百年前 看看当时乌石岗的繁荣景象 第三位来宾负责为我们驾驶时光机的专家 是苏美如老师 关于蓝阳博物馆令人积赏的建筑特色 以及乌石岗演变的历史 他都辽若执掌 因为老师原本在大学任教 从事历史建筑与古迹方面的工作 2016年由学校转职到蓝阳博物馆 进行研究 有点好奇 老师本身就是学建筑出身 那你在这么有建筑意义的蓝阳博物馆上班 是什么心情啊 我觉得因为蓝阳博物馆 它的建筑造型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它是非常让大家很积赏 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这建筑物 所以尤其是我们学建筑的 当然就也很 在还没有进到蓝阳博来工作之前 当然就很崇拜这个建筑物 然后能够到这个建筑物来上班的时候 当然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可以在大师的作品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工作 那是我们觉得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老师好可爱 那么就请老师为我们启动时光机咯 先来了解乌石港为什么有新旧之分 还有乌石港旧址跟蓝阳博物馆 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呢 那乌石港旧址 我们有旧址 然后当然就有新的 新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那个新的乌石渔港 就是大家经常会去的 赏金的码头这个边 那对照赏金码头这边 在靠近蓝阳博物馆的这一侧 我们就是把它称为乌石港旧址 那这个旧址在2006年 宜兰县政府也把它登陆为 宜兰县的文化景观 那为什么会把它登陆为 宜兰县的文化景观 就是它其实对宜兰的发展 在从清代开始以来的发展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当时水路运输的时代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货物跟人员的进出 都是必须要靠水船只运送 它的地质条件 就是大家知道蓝阳平原 它其实是一个蓝阳溪 冲击下来的一个平原 可是在乌石港这个地方 刚好在乌石港这个地方 是蓝阳平原的沙岸 一直到北边的沿岸的一个交汇点 这个乌石港这里刚好是 从我们台湾东北角以来 就是往南一直有 那个单面山的一个地形的存在 那我们在乌石港这个地方也是有 所以我们现在在 蓝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 那个水域旁 它有三颗大礁石 三颗黑灰色的这个硬叶岩 这个其实就是突出在水面上的 这个石头 蓝石港的这个名称 是因为这样而出现的 那因为它是单面山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单面山有点印象 就是它是朝海洋 朝东面海洋的这一侧是比较陡 那朝山的这一侧是比较缓 那比较陡的这一侧呢 它就会一直沉到水面下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深的航道 它就是变成一个航道了 那所以那个船只就可以顺着这个 比较陡的 然后在水面下 这个航道可以运行 而且可以从 就从乌石港这边 可以出到这个太平洋 然后可是往内陆 它可以怎么走呢 它可以一直走 往走那个蓝阳平原 走内陆 一直走到 接到宜兰河 然后接到宜兰市的北边 然后再一直往上游走 可以走到圆山大湖 所以它可以把那个 整个达阳平原的农产 然后到可以输出到外面 这个宜兰以外 然后可以把外地的这个货物 可以往内 可以运送到整个宜兰 然后到宜兰城 所以整个宜兰的这个 这个兴起啦 宜兰的这个繁华 它其实是贡献了很大的这个角色 刚刚讲到说这个水路的部分 它是它其实是这样走 走内陆的时候 它会先经过头城镇 头城镇 就是经过现在的台二省道 清云路的部分 当然现在台二省道 看起来都是马路 非常繁华 有那个很多的商店 可是在清代的时候 它其实是水路 它是水道 所以它是整个是水 所以船只可以从乌石港 就从兰博旁边的这个水 可以一直往内陆走 走到头城老 头城的台二省道 所以如果我们找清代的地图 来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整个南洋平原 其实那个平原上面的水分布的非常绵密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平原里面 就可以靠着船只就可以运行 那走到头城的部分 就是在大概现在的清原宫前面 在85度C这边 它其实这一长牌有一个 这个可以上下货的一个码头 就是船只可以停靠 然后人员跟货物可以上下 然后也就这样造就了头城 它是我们说开兰第一街 它就是非常繁华的这个街物啊 在这边市集的一个产生 所以乌石港 它其实就带动了整个头城 然后带动整个宜兰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到后来就 算是在1826年的时候 就是当时就是清廷的政府 还把它定为正口 或是叫做正港 就是它是一个政府清定的港口 它用这边可以正式的这个货物贸易的一个港口 那在1825年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通判 那个乌竹方 就是像我们现在 宜兰县县县长这样的一个角色 它还在宜兰县的蓝阳八景 那其中的乌石港 有它称为叫做石港春帆 那它写了一首诗 就是石港深深口炸开 鱼歌鼓噪任徘徊 哪知一系南风急 无数春帆雨来 就是描写说整个港口 乌石港这边很多船只进出 非常繁华的一个景象 哇 现在看到的 顶多就是丰帆和游艇咯 对对对 对 可是游艇是新的乌石港 那这个我们说的原来的乌石港 大概现在就变成内陆的一个湿地了 那就是在1825年1826年 这个时候大概过了50年后 大概1878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 就是有淤积 而且这个淤积 它对乌石港造成一个 比较严重的部分是 本来我们说它可以水 走船 一直走到头城镇 但是在这个淤积之后 它就是把它阻塞了 阻塞之后 这个就没有办法 连通到头城镇 所以它的那个港口的功能 就减湿了 那头城镇这个时候 他们要 还是一样货物要运出 所以他们就是往南走 他就不再从乌石港这边进出 所以 富士港的角色就 它的这个贸易角色就降低了 那之后又连续的发生了一些 可能有这个船只触礁 或是一些土石流等等 这个水运的角色就减低 然后最后到1924年的时候 就日本时代的时候 日本政府就新建这个铁路交通 那铁路交通就取代了水运的交通 所以转换到铁路交通的时候 以宜蘭站为中心 那头城的角色就慢慢的也没落了 所以因为交通的改变 交通方式的改变 它的角色也就开始慢慢转变 可是乌石港其实在整个渔业 或是在整个在渔业的角色上 还是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的渔业署 就是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新的 一个乌石渔港的一个计划 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计划 并且新的乌石渔港 在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启用 就是除了渔业功能之外 它还有负担休闲娱乐的一个 港经的休闲的任务 那新的乌石港就是在 我们现在所见的赏金码头 那旧的乌石港就是跟它一路之隔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土堤 分开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现在蓝阳博物馆圆区的东堤 那这个东堤就是 其实就分割新乌石港 跟旧乌石港一个界线 界分了 那在这个土堤的这个最北边 其实还有一栋建筑物 叫做乌石港驿站 那这个驿站2004年的时候落成 那现在是整个化入 蓝阳博物馆的圆区 作为蓝阳博物馆和乌石港区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入口 就未来我们整个博物馆圆区 也会把这个蓝阳的广场 这边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入口 这个建筑物它的设计也是很特别 它就有两个很高的这个翅膀 很张开的翅膀 然后有十根的柱子穿过这个翅膀 就是好像围杆 好像一艘船一样 然后它是两面都是玻璃 所以它等于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就好像可以在一艘船上可以看到 新的乌石港跟旧的乌石港 两边可以都可以共入眼帘 自古以来 新与旧同时存在的时候 新的一方很容易抢走所有目光 大家会说 只见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 或说喜新厌旧 但是今天从苏美如老师 解说新旧乌石港眼镜的脉络后 我觉得这事要被翻转了 乌石港的新与旧只是时间轴的位置不同 目前都是带着耀眼的任务 新的乌石港是负担渔业和休闲娱乐的角色 而旧的乌石港这片湿地 则是守护着生态与历史文化 至于蓝阳博物馆为什么会坐落在旧的乌石港里头呢 因为旧乌石港它具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定位跟角色 所以当时蓝阳博物馆在兴建的时候 后来就决定要在乌石港的旁边的这一块土地上面 就兴建了这蓝阳博物馆 那现在的蓝阳博物馆圆区 就是有13公顷多 那那个乌石港的这个湿地 就乌石港湿地有5公顷多 可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 那可是刚刚不是说它才2公顷多的一个湿地 怎么现在变5公顷多呢 那是因为蓝阳博物馆兴建完成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整个园区的景观工程 那当时就觉得说 这乌石港应该要让它淋到这个建筑物里面来 就是这个水应该让它淋到建筑物里面来 因为这个建筑物蓝阳博物馆的建筑物 是一个仿单面山形式的一个建筑 那好像从这个水边长出的一个单面山嘛 所以它其实让水淋到这个建筑物边 也同时回复到像以往的乌石港 一个大海的一个样貌 所以就把这个整个水让它扩大 然后变成现在的5.6公顷 那这5.6公顷如果各位就是游客们 如果有意愿 有想要走一圈的话 其实非常漂亮 就是这个生态非常丰富 可以走一圈大概是1.5公里左右 就是绕湖一圈1.5公里 那这个水域就是南北向最长大概是550公尺 最宽的地方大概150公尺 那上面里面水域里面就有三棵 我刚刚说的这个黑灰色的硬叶岩 就是乌石礁 那因为它这个乌石礁都被水围绕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生态岛 就是上面的生态非常这个丰富 很多鸟类 或是各种动物跟植物都在里面 这个其实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 然后像我们曾经做过调查 就是整个在这个乌石 我们园区里面 在105年106年那时候做调查 鸟类就有60几种 然后那个包括候鸟跟牛鸟 然后另外就是植物 就是园区的植物也有200多种 288种 所以生态丰富 欢迎各位可以 游客们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在园区里有一处很特别的景观 热恋的情侣如果散步到那里 啊啊那真的印了那首台语老歌 林草祖宗之墓是限定古迹 这个由来当然也要听苏老师说才清楚咯 那这个是蛮特别的 它是我们园区里面的一个限定古迹 现在的形式 它是仿造那个在宜兰公园里面 有一个碑叫做献果碑的一个形式所建造的 它其实这是林财天家族的墓园 林财天是宜兰县的第四任的民选县长 为什么叫林草祖宗之墓呢 因为他林家他们祖先曾经入罪朝家 所以后来他们的他们就约定就是 后代就是要以林草来来这样的一个祭拜 所以就是叫林草祖宗之墓 那林草祖宗之墓 它是日本时代就有一个这样的墓 就是他们家族的墓 那但是他原来的形式也是跟比较是传统式的一个形式 那林财天县长后来在他的夫人过世之后 他就是要想要修这个坟墓 参考了宜兰公园里面的献果碑的形式 就是比较稀释的一个这样做法 然后把它包在原来的旧的墓上面 非常特别的一个形式 所以宜兰县政府就跟他指定为限定古迹 林草祖宗墓 看起来和一般的墓形式很不一样 我们也从建筑特色去了解 甚至还有秘辛可以听 它的那个坟墓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塔一样子 然后就是有分这个塔 塔顶然后背身啊 然后背底基座 然后最特别就是 它用了很多的我们叫做爱子的那个构建 那爱子是主爱的爱 主爱的爱 那这个爱子就是以前就放在电线上面 它是一种绝缘体 然后是一个磁器的绝缘体 就是如果有印象在看一些老房子啊 可能屋顶可能那个梁上面都会有白白的 然后圈那个电线在上面嘛 那就是一种绝缘体 那那个爱子它的形式有很多种 那我们刚刚说那个家里面那个是比较小型 可是如果要放在电线杆 或是比较公用大型的那个就是公共性的 就是比较大型的爱子 那林财天他们家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他就是做摇业 他有一个叫南洋摇业诸事会社 摇就是烧摇的意思 这个在战后的时候就改名叫做天大新业 有限公司 那他们主要是做摇的烧制 摇的烧制他当时也配合这个电力公司 就烧了很多的这个爱子 要交给电力公司 可是后来有一些爱子是不符合 就是可能达不到标准 所以就没有真正使用上去 那这些爱子怎么办呢 那林财天家主就在投诚嘛 那就给开放给这个民众可以拿去使用 那所以现在在投诚很多的景观 围墙啊 或是在建筑啊 或是上面就会看到很多爱子的运用 那刚刚说限定古迹林朝祖宗之墓 墓园里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爱子 所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那也是也可以来看 然后如果有人在要做这个电力 或是这样的什么研究的时候 所以也许还可以来看看说以前的爱子 长得是这个样子 然后有很多种 跟着历史建筑行家逛蓝博收获超多的 像迷迷之音这么贪心的制作单位 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胆敢提出一个请求 请苏美如老师带我们走一圈乌石港旧址 看看还有哪些以前没看懂的地景和背后的故事 如果我们绕就是绕着园区走一圈 就从蓝博出发嘛 就往南走一圈 刚好第一个就会看到那个 刚刚说林朝祖宗之墓 然后呢我们左边会看到乌石礁 就是水域里面的乌石礁 然后再继续绕着走的话 走到湿地的东岸的话 就走在刚刚说的这个土蹄上面 那这个土蹄啊 其实应该很多人听过 有一句话叫 龟蛇拔海口 孤爪被害靠 龟就是龟山岛 那蛇呢 蛇是什么 蛇其实是杀 他讲的是宜蘭平原的沙丘 就是整个南洋平原的 我们刚刚说是南洋溪 这个冲击的平原 形成的平原嘛 可是这个沙一直到下面的时候 沙土到下面的时候 又受到东北季风的吹过来 所以等于他又把它往陆地里面吹 然后一直往陆地里面吹 所以在海岸边就形成了一道突起来的土丘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沙丘 那这个沙丘刚好又可以挡住那个整个东北季风 就是那个沙丘对宜蘭平原的人们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说有龟蛇拔海口 就好像很照顾大家这样 所以刚刚说从那个水岸的绕过来走到东体 然后可以看到旧的乌石港跟新的乌石港 然后再一直往北走 我们就会看到刚刚说的乌石港驿站 这个是一个像一艘船一样 停泊在旧乌石港跟新乌石港中间的一艘船 那这个这艘船就是乌石港驿站 它的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木造的一个建筑物 小小的大概两公尺乘两公尺 然后高大概4.5公尺的一个木造建筑物 那这个木造的建筑物它其实是2015年台湾设计展的时候 在中新文创园区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的设计者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家叫滕生造信先生 滕生造信先生他做了很多的 创作很多的茶屋的建筑物 那这个这个木造建筑物叫美快亭 美丽的美快木的快 他就是茶屋 那滕生造信在宜兰中新文创园区创造这个美快亭 那其实他更早还有一个茶屋是在罗东文化中心 吊在屋顶下面就是大家不用有没有印象在罗东文化中心 曾经有吊了一吊的一座茶屋 那叫老董轩的那个那个茶屋 但是那个老董轩后来现在已经被搬到中新文创园区了 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那他在宜兰的第二个茶屋作品就是美快亭 就是我刚刚说2015年的时候台湾设计展的一个作品 那因为设计展作品做展览结束之后 我们就觉得这作品是这个很好的作品 就把它迁移到师弟旁 可以跟师弟相互印 那这个作品他的设计的概念就是 他是用块木跟那个铜片 然后用这个雨林板的方式叠组合起来 然后圆形大概是八角形的一个作品 然后屋顶呢有天窗光线可以下来 那他的想像是说就好像因为宜兰很多的块木嘛 然后叫做美快亭 然后也是用块木来 但是他不是用台块 他是用日快做 就是他是要让人家想像是说 好像如果你坐在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是在宜兰的这个山上的块木林下面 这样想像一下那体验一下那个块木林下的喝茶的一个感觉 这是美快亭 然后我们再往水岸边再往继续往北边走 这边有好几个那个木桌作品是学生们的作品 是高山学生们的作品 那是南洋博物馆在大概三年前就是跟有一所叫 汉德建筑的公式的实验交易机构跟他们合作 让他们高中生可以在这边就是亲手打造一个木桌的作品 因为南博物馆为了要推广这个永续环境嘛 那我们也是非常赞成这个木桌的一个再生产的一个再利用 所以就跟他们结合 然后让学生们可以在这边可以动手创作 继续往上走 找到一个那个我们是会走到我们诗地的 算是东北角 东北角落这个地方有一个诗碑 那这个诗碑叫做乌石岗遗址 这个乌石岗遗址呢 它是1985年吧 设立的 那这个乌石岗遗址比较特别是他上面的写的这个书写 这个乌石岗遗址 这个人是投诚的书法家康怀老师他所写的 那就是为了要纪念乌石岗遗址 以前是叫乌石岗遗址 现在是叫乌石岗文化景观 反正这大概就是乌石岗旧址 这是有很多的名称 大概是同样子 他就是为了让大家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边设了一个这个碑 只不过它的碑的原来的地点不是在现在的地点 它是在台二县旁边 当时台二县要进到乌石岗的一个转角的一个地方 后来因为台二县拓宽 所以碑就把它移到现在的这个位置 最后当然要面向南洋博物馆 好好了解它的建筑特色咯 而这时当然要来点音乐 维瓦地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来咯 那达阳博物馆的造型就是从东北角常见的单面山的造型而来 那达阳博物馆的量体有十个量体分为这个实量体六个跟虚量体 所谓的实量体就是我们外表看起来像是石材或是助理版的实量体 虚量体就是玻璃的部分 那那个建筑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 从刚刚从石岗春帆大道走阶梯走下来 就好像是下到海里面 开始走到水里面这个石头中间 然后从玻璃量体这个地方走进来 就是从石头缝中间进来 穿过这个石头缝的这个大厅玻璃大厅 再往前面走一点就可以看到 乌石岗就职文化景观就看到湿地就可以想像说 早期的这个船只们进来的一个景象 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建筑物的外形呢 它是用这个助理版跟石材来分割 就是想像宜兰这个平原千墨景观 稻田的一个这个分割的形式 那在建筑物里面呢 就是我们用三平原海这个大挑空的空间 来展示宜兰的自然跟文化的资源 那也不定期有特展的展览 就来让民众们可以认识宜兰 总之在兰洋博物馆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希望游客可以透过兰洋博物馆 然后进到认识宜兰 那就像以前的人透过乌石岗 然后进到兰洋平原 然后现在的人透过兰洋博物馆进到宜兰 然后也体认到宜兰真正是一座大博物馆 这样的一个想像 谢谢苏美如老师 大家是不是忍不住想要来点掌声呢 节目听到这里 大家累积在心里 在脑海里的画面和资讯 应该更能体会到 宜兰是一座博物馆这句话了 而回到本系列节目名为 海洋生态博物馆 这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必须请出压轴登场的来宾为大家解析 欢迎蓝阳博物馆馆 我说宜兰只有一座博物馆 而是说整个宜兰就像是一个博物馆 那因为宜兰我有很特别的一个空间 这种封闭性 所以我们在宜兰这边 本身的跟外面的一些文化包含说 口音啊或生活习惯就有些不一样 那也希望说这些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 文化的特色 那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这种全球化 或者是说雪碎通了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保佑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 然后呢可以变成是一种 永续性的一个经济发展 在雪碎通了之后 其实是也差不多是2006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开始蓝阳博物馆兴建 然后后来到完成 那开馆的时候已经在2010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看到 整个宜兰的经济发展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太一样 包含说我们看到以前的农地上面 是种农色这个部分 所以也有包含说这个排放废水的问题等等的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是 这个环境的破坏者 因为为了要发展我们的经济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说 原来的如果我们的农村文化 因为这个一个世代两个世代 在经过这种都会的洗礼之后 我们本来比方说人跟人很接近的 这种农村文化就会解体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希望说 那应该是要尽量的赶快把这个问题刨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整个 什么样的路径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 可至少说要把那个问题要先铺陈清楚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些选择 或者说可能可以改变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在推动环境教育 我们在这几年就是用宜蘭的一句 以学以游这个方式就是适合居住 然后适合学习 然后适合旅游这个方式里面来去推动 我们宜蘭是一座博物馆的一个方向 那回到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在乌斯港周边推动海洋生态博物馆 这个部分是我们知道说以前 其实大家都很害怕让小朋友接触水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就是 宜蘭其实跟一般的汉人文化也就是很怕水 就是遇到有水就先拒绝掉 所以宜蘭也发展了清水公园 就是说不要才害怕水 可是大部分的这个文化里面还是很怕水 但是我们事实上跟水又离不开生活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在饮用我们宜蘭 事实上就是一个大的 蓝氧平原就是一个大的蓄水池 那海洋又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住在这个周边里面 我们事实上过去比较多是从产业面的部分来看 就是雨业文化或者是海鲜文化 但是比较属于这个海洋文化部分就比较少 那因为在那个新的乌斯港在2000年之后完成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赏金的活动 那这些赏金活动其实也开始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宜蘭的可能性 就是说除了捕鱼之外 海洋也可以变成是一种环境教育的可能性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已经经济的运作已经蛮稳定蓬勃 那周边呢我们也看到说 因为这个新的乌斯港兴建之后 它有一个北堤效应 它就是让原来投层海水域长的沙 应该要流成那个地方的 后来呢沙全部都流到了 北边的这个外奥这个地方 就变成是外奥沙滩 所以这一二十年来 外奥沙滩就变成是一个很流行的重浪圣地 它的那个宽幅其实非常宽 有时候到好几百公尺 所以它的那个海岸 沙滩海岸就变得非常的漂亮 很多国外的重浪客来看到 因为国外很少有这样黑色的沙滩 所以他们就对这种黑色沙滩非常的喜爱 所以也让很多的国际重浪客呢 他们把重浪文化也带到台湾来 然后台湾也开始很多新的年轻人 将这个重浪的这个部分 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奥那个海边 有一个小小的像是一个墾丁的感觉 这种重浪街 所以这个部分它是另外一个群体 那我们那样博物馆在2010年 新建完成之后 这里开始就是让整个宜兰的文化观光的部分 变成是另外一种新的模式 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 其实非常的算是一个 比较低度开发或者说比较 已经淤积了一个废弃的水池 所以在2010年那样博物馆 新建完成之后 很多的游客会到访这个地方 平均一年大概70万左右 那也让这个周边呢 产生一种新的这种文化观光的整合 那这个整合里面其实是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串联 就是冲浪的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族群 他们的同温层其实很高 那一般他们在专业冲浪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冲浪 那只有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来玩一下水 就对于大部分宜兰人而言 其实对那个地方还是很陌生 那赏金也是一样 很多游客会来这边赏金 可是真正宜兰人来赏金的其实也不多 就说这个部分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就觉得很近 然后大家又很害怕水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文化上需要慢慢的去做调整 我们发现说很多的这个 这种产业模式 已经开始变成走向一个观光油气化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知道说 他一定会走这样子 可是呢如果他只有观光油气化 那我们本身在地的文化跟海洋的环境教育的部分 就会慢慢的被弱化掉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这个机会能够来做一个补墙 那我们是博物馆 我们博物馆里面大概有一些比较 那个正当性就是 我们就是在做博物馆的教育 所以也希望说 不管是在金屯的知识 海岸海游的知识 或者是一个 看狗或者是说 在冬天不曼脸 我们这边都有办过展览 然后让这个事情可以变成 知识的累积 可以变成是在一个 更多的可以参与 共同的一个串联底下 变成是一种可以被体验的 这种在地的文化活动 或者是经济活动 所以这样整合下来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这几年 在这个周边所累积不同的 观光也好 旅游的这个产业也好 它事实上还没有串整的很好 就是大家可能各自做各自的 就是冲浪就是冲浪的 然后赏金就是赏金的 然后砍购就是砍购的 可是这个部分 事实上它是串联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一直在尝试 就是能不能让大家一起来 共同的去针对这片海洋里面去做一个处理 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共同的去做一个教育推广也好 文化推广也好 然后能够产生一个经济效益的永续的可能性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因为龟山岛是宜兰很重要的精神地标 龟山岛在从以前到现在 它一直没有一个文化资产的身份 或者是说被法定认同的身份 因为我们早期那个地方有龟山岛居住在上面 然后每一个宜兰人都能够看得到龟山岛 不管你是从去外面念书回来 大家都会对龟山岛能够有一个 算是一个宜兰空间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认同的指标 那这个认同的指标呢 也产生了很多文化艺术的这种创作 包含说黄孙明他也写了很多关于龟山岛文章 然后很多艺术家他也画了很多龟山岛 所以在这个空间上面 因为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可以被具体的落实在一个地标上面的 那这个地标就是龟山岛 那龟山岛也有很多跟我们的民间的这种 比方说气候 古山地不大好水溪楼 这种大家都可以把它 因为它是一个四里高地 算比较低空的这个云层 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气候变化或什么的 所以他事实上是一个对宜兰人很重要的精神象征 那这个精神象征 可是在过去因为他军事需要之后 他就变成是有点被疏离 然后后来重新被能够被参观 那上面有发现说 他上面他是一个海底火山 然后底下非常多的海底的这个资源 包含说那些SUP或者是说这种帆船 他们会在那个地方看到这种牛奶海 这种很浪漫的一个空间环境 然后也发现说这个赏金业者跟他们好像在航道上面会有点点隔阂 所以大家对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大的喜爱 他这个喜爱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办法 就是让他变得是一个比较明确化 比方说我们以前有知道说 依然有推过齐兰马嘎国家公园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一个冰二世纪的一个物种 就是快末的部分 那也是对我们的森林保育很重要 那海洋的部分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在底下 包含说我们在讲那个金屯的部分 或者是海底火山 底下有很多整个生物 包含说我们在讲那个乌龟怪房蟹等等的 因为那个海洋学家 他们在做一些地球生命诞生的时候 会常常会从这个火山 那个海底火山去做一些研究 那那个地方其实是有 那不管是海洋大学还是中研院 还是那个东北桥风光处都有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 宜兰的精神地标 这个部分怎么样让龟山岛的生态文化 跟周边的海洋 海底火山等等的 这个部分可以被连结在一起 事实上是一个很有潜力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 因为去贵山岛就是要从乌士港这个地方出发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出去 也等于是连结了那个世界 连结了海洋 连结了水底下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周边这些不同的 包含说冲浪 然后砍钩或者是这些渔民也好 也都跟那个地方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我们希望说那这种海洋生态的这个部分呢 在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多样性 然后不管是自然知识 或者是人文的这个内涵也都非常多 那我们好不把这些东西把它串整在一起 然后让这些我们的赏金业者的这些导览员 像是一个博物馆的解说人员一样 他就在那边去介绍金屯的知识 或者是说这个海洋的知识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跟业者有一些接触之后 他们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他们参加我们好几年的这个活动 也都很认同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就希望说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开始慢慢的一步步 把大家都变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博物馆的 那个导览人员的概念 他会很清楚的去介绍 然后他就会去爱护这个环境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可能变成是一个 像是公民科学家一样 可以来介绍自己的一个专业的生活的在地知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那个 宜然是一座博物馆的概念 就是他不是将所有的物品放到博物馆的空间里面 而是在原来的生活脉络里面 我们的这些物件 他就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脉络 然后有使用者 他可以好好的去使用它 因为你用了之后 你就会去修复或者是维护它 所以那个技术就会能够保存 因为如果没有回到生活的脉络 变成是一种比较属于文化性的仪式的话 他最后会变成是一个被切断他的生活脉络 他就变成是一个死的一个物件 他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在讲是 宜然是一座博物馆 事实上就是不是在蓝阳博物馆的空间里面 而是在整个宜然的空间 所以我们这里一直把它定位成是认识宜然的窗口 只是窗口 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博物馆的本体 所以博物馆的本体是整个宜然 那这个东西因为要达成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们那个推药求情室 除了我们跟博物馆家族很多就是很连结之外 我们就是拉回到我们在地的这个乌斯港周边 我们希望说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生态博物馆的这个 概念这个推动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像日本的一些生态博物馆的案例 他们事实上比方说像琵琶湖博物馆 他那个地方 琵琶湖是很大的一个湖 那他那边有一个博物馆 他就是很多的当地的居民 他就会去做调查 然后呢 调查完之后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成果放到博物馆里去做展示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专业者 他们也会加进来 变成是一种专业者跟在地居民共同合作的一个典范 所以像这样东西里面我们会觉得说 他们在地居民的投入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在做一些地方文化的调查或生态调查 最后也可以变成是博物馆很重要的一部分 应该说他们博物馆的精华 大概就是很多的社区 他们很多的民间的团体组织 都能够很热情的参与这样的一个调查 然后最后回到博物馆内 可以展现他们在地居民参与的成果 就是我们希望的 有点像是就是 不是专业者的这个知识多么厉害 而是在地居民 他们在推动过程里面 他们的一个成果可以怎么样的去被看见 然后回到在地居民去变成是一个 回到生活的脉络里面 可以永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你 有很多人是从蓝博今年发行的走读地图刊物上 获得迷你之音的节目资讯 这是一份以在地的职人访谈 对社区产业及文化做的深度报道 想拥有这份由在地达人带路 编排精致内容精彩的走读地图 很多地方都可以索取 例如乌石港赏金驿站 蓝阳博物馆 周边的社区 观光产业和外澳游客中心等 都可以拿到哦 这一次能跟蓝博合作海洋生态博物馆 Podcast播客系列 结合当今热门的播客形式 让故事透过多元的管道被听见 蜜蜜之音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的合作 博物馆这个意象通常被认为是静态的 有一点距离感的 但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 馆藏主角们自己说故事给你听 既生动又亲切 所以这个点子真的很棒 不知道馆长当初对于这样子的形式追求 还设定了什么目标或未来的期望呢 呃第一个当然是希望说 不管你是在什么身份或角色 我们到呃一个地方 或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们先用一个比较抽离自己 本来熟悉的一个认知或知识 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 他者的角度重新来看我们自己 这个对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蛮需要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熟悉可能住在这个地方太久了 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用第三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本身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重新去认识的时候 会发现说原来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 或有趣的故事 就这样子一个累积起来的 所以保持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观看事物 这是我觉得说蛮重要蛮期待说可以有这样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是觉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环境里面来 因为不管你是一个专业的知识者 你可以做研究 然后你是一个一半民众 你也可以当公民科学家 如果是在地居民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知识把它体验出来 就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提供 或者是说创造一种环境 可以让大家将自己的文化能够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到的移居移学移游 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学习体验 然后也有不同的这个教育方式 所以这个是期待说我们后续可以继续的往前推 那也谢谢我们很多的工作伙伴 其实都很有热忱 就说最后就是不要放弃你的热忱 就是我们尽量的往那个方向 我们知道说还是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 那这个部分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永续 有意义的永续 然后有参与的永续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可能会更复杂一点 或者是说更回绕一点 然后又要运用现在的这些 时代科技媒体的部分里面 互相来帮助我们 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指教 然后我们呢就持续的努力 那也跟在地的这些伙伴 看看能再往下揭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百分之百支持馆长这句话 透过听广播绝对是让大家能够更深度参与的好方法 谢谢你收听咪咪之音与蓝阳博物馆合作的海洋生态博物馆三部曲 本集是二部曲被湿地包围的蓝阳博物馆 下一集就是本系列最终章 主角是港口里 那个回荡着砍沟的吹罗声 还有冲浪声 再加上读书声的特色村落即将登场 欢迎持续锁定咪咪之音 也别忘了分享给更多人听见哦 本节目由咪咪之音与蓝阳博物馆合作直播 感谢收听 到一会儿 感谢收听